Hello,大家好 上次咱们做了一回猪肉松 这一回咱们开始试着做一回牛肉松 牛肉它做完了之后有一种特殊的香气 而且这牛肉的部位很关键 选择咱这脂肪少的这个部位 这样的话它做出来这种纤维状的东西它比较多 咱们还是按照之前的老方法 把这个牛肉的之前的血水都给它清干净 这个血水清得越干净 它做出来的这个香气味道就会越少 咱们用一个这个清水放一点花椒 然后几个姜 然后给它焯一遍 你看滚开了之后 它这个血水就会自然而然的就会渗出来 这样的话咱旁边给它放一个清水 把焯好的这个牛肉再给它涮一下 这样的话咱做到这个万无一失 然后另起一锅 然后放葱姜 然后大料 还有咱那个花椒给它放进去 然后咱就开始慢慢小火慢炖 炖的越烂 然后您这个牛肉就会越来的越松懒 而且咱在煮的过程中呢 给它放一点这个绍兴酒 加上一点蚝油 最后再加上一点酱油 这样的话咱那个味道就可以了 差不多煮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小火慢炖 如果有砂锅的话 咱最好放在砂锅里头 小火慢炖一个小时左右 咱这个牛肉就基本上算是炖烂了 这样的话呢 咱用这个厨房纸巾 把这个牛肉的表面水分都给弄干净 然后撒上两勺糖 加上一点生抽 给它拌均匀 上次咱已经傻过一回了 炒断了手 费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左右 咱才把那个猪肉松炒好 这回咱们用现代机器 用料理机来做 这样的话呢 它这个纤维啊 很容易的就给它分开了 你看这样的话 也是成这种碎末状 当然没有厨房料理机呢 咱用这个粉碎机也可以 但是您注意 一定要把粉碎机 拿那个蜡铺 就是说那个保鲜膜给它缠好 要不您今天就吃了 这种叫牛肉碎了 那就不叫牛肉松了 这样的话 它这个弄完了之后 它这个牛肉啊 还是有水分 咱那个烤箱啊 一定要给它180度 预热差不多15分钟 这样的话呢 放到烤箱里头烤 这个烤箱 进这个牛肉的时候 您可千万注意 一定要把烤箱断电 用这个余热 来给它把水分蒸干 然后搅着温度 差不多降低了 然后再给它 拿出来 再余热 这样换两三次 这个牛肉水分就差不多了 然后想吃这种 有这种特别清细的纤维子 您就给它再放锅里头炒一下 就能变成这样 好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大家